闭嘴巴小胡子 看你的视频里说 奇瑞的发动机比奥迪的发动机技术还好 你就是车吹太无知了 奥迪全世界都认识 奇瑞走出国门却没人知道 你为了点流量 满世界吹奇瑞 以上呢 就是一位网友粉丝给我这个留言 那么我也告诉你这位网友 奇瑞这几年之所以发展这么迅速 是离不开技术支撑的 虽然是品牌仰力不如奥迪 但是奇瑞这个车真的是很优秀 由此看来你是太不了解奇瑞了 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 他们的发动机动力在四驱代步都过剩 都用不了 所以哪个更节油耐用 省心皮子耐照 哪个就更适合我们老百姓 明显是奇瑞这点做到了 而奥迪呢 是为了面子办事 品牌仰力更优秀一些 奇瑞是花有钱办大事 两种车型 要是论发动机技术 奇瑞绝不输给奥迪的 知道吗 现在奇瑞是金飞锡比的 绝不是你想的那样 就算很多核子车企也看上了奇瑞的发动机 但是不好意思用嘛 那么说到你刚才提的出口 你更是不了解了 奇瑞出口排名第二 上半年 奇瑞累计出口39万多辆 同比增长170%一样 奇瑞汽车主要出口的国家为墨西哥巴西俄罗斯等 像日虎8这样的车型在俄罗斯巴西起售价为人民币20万到23万之间 这个价格远远高于我们国内的起售价格 在国外日虎7销量为榜首 非常受欢迎 那么说到发动机技术 奇瑞发动机既拥有日系发动机的耐用性 又拥有德系发动机的动力 可谓两全其美的发动机 而且除了日虎9和星图系列 其余只需要加92小球 日虎7日虎8系列都是加92小球 而且呢 发动机质保百万公里 所以说优势是特别明显的 不仅动力好 雨后有低 发动机的生意也很小 你奥迪的政治1188发动机 动力虽然也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烧的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掉 如果你保养的好 还好点 不会出现烧的问题 如果保养的不好 还是会继续烧的 问题出现在油漆分离器和三重混车环 还有回忽过小的问题上 别说论品牌 品牌齐略 连丰田本田都不如在我们奥迪心里 对不对 你就更不要说跟奥迪比了 那是豪华一线品牌 对不对 咱说论发动机的技术 是不是 齐略绝对不输给你奥迪的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 好